我来介绍一下天都独特的烧烤制作方法 我来介绍先准备什么材料 第一先把你所需要烤的东西弄好洗干净 然后准备你所需要的材料 首先要准备一些材料 白糖,盐,蘸油,框枫油 再加上我们天空醋油的配料 现在开始 先一个步道腌料 先放点油 油大概是五克左右 然后呢 放点酱油 酱油可以让你烤的东西出来的颜色 深一点点好看一点 白鸟 盐的话是到时候 是添加上其他的蔬菜上面的酒 可以先添加 这个油鱼呢 如果是用英咸腌气的话 是有 它本身是有味道的 所以要加点糖上去 这样可以 糖的话大概是 如果是一个油鱼的话 要快一点 10克左右 你要圆了 这个要刷 然后就加上我们天空的 特有的 配分 差不多 大概输入10克左右 那东西要输入更快 OK 这个是我们天空的 特有的口味腌料 这个比例是 1公斤 配料10克 这个比例是 6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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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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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公斤 9公斤 1公斤 x3公斤 8公斤 6公斤 3公斤 3公斤 1公斤 對,只關一點點可以 大概0.2顆就一點 不要用那麼快,把它攪拌一下 謝謝 這個過程大概是15分鐘左右 如果我覺得,要的感覺太多 跟有點沾點水,把它調吃一下 好,現在就用我們特有的一點工具 這樣其實更容易進了一點 很自由 做得到 很好 說不是 熟通 說對 很危險 超容易 下的時候要小心因為要牽 是比較複利 烧烤的话机器的话最好就选择一些无烟的烧烤 好像我们天空机械的 这个机械是我们这几年最新年发出来的产品 是完全无烟的 这个机械的结构是全部不收钢结构 烤铜的话是采用最新的烤铜交方法 产用特别设计 可以把烟气在里面充分燃烧完全燃烧 它设计的时候是侧面发出了温度 所以你的油呢 运不到里面去 所以宿航装都没有变出来的 然后我们这个机型是豪华新的设计 还有这个开关 再加上上面 还有一个活动式的拉盆 可以在上面装做一些飞油 进去起来比较方便 烤的时候呢最好就放入水在上面去 烤铜更加烤铜 我们看在刚刚说可以在上面 再添加一點 如果你想它味道濃淡一點的話 可以把剛才醃製的資料再添加一點上去 所以社會的進步 人們對健康的追求都要採用 現在所以 碳過燒烤的話 對身體危害比較大 所以現在一般很多 我們特商都比較常吃的 一般燒烤 現在可以把它看得到 但是完全沒有淹出來 它的溫度是胖濃了三倍 現在可以把剛才醃製的資料再添加一次上去 讓它味道更濃一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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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外面的葡萄燒品就是 才能添加不放的 来上的 我们便用的就是采用链字的方法 如果是链字的方法的话 可以 可以在 把肉质锁在里面 吃起来的时候投软更好 万能不能炒烤的话 随便配炸上去的话 它一般烤的最后呢 会变得很干 所以吃起来是干巴巴 没有什么味道 一般烤第一次几次烤的话 都是10分钟左右 基本上可以的 现在已经快熟了 好 烤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可以把它关小一点 如果一般烤几个东西的话 一般这是双炉设计的 一般你可以只开一个炉就可以了 可以把这一般关掉 好 这个已经锁了 好 这个已经锁了 这次可以再添加上去一点 我们天工特有的炒味粉 好 这样的话 可以 味道更香一点 好 这样的话 完成 这个可以加上去 我把骨骨骨骨骨骨灯都 现在烤出来了 台湾红柚子 灯 mi 6头标准型的无烟烧烤机 它有6个控制开关 就是更加方便灵活 达到节能的方式 也是无烟的 这款是单控的 红外线无烟烧烤机 这是家用型或者是自注电使用的电烤炉